Node.js 我们刚刚从这边下载下来按Install 已经下载完毕了在这里 我们按两下 执行 我按Accept 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各位如果未来要走就是网路公司 就是那个设计网站之类的 我觉得这套软体非常棒 Node.js 那我们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你看这里应该有一个Node.js跑出来 那这个是Node.js的软体 OK 那另外这个是Node.js的Command Prompt 命令列 那它有一个词程式就叫做Node Node 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出来 Again to quit 真的可以出来 好 这个是Node 那如果你今天呢 写JavaScript的程式 然后呢 用这个去编译或词形都可以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这边 3加5 3加5 等于8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s等于3 y等于5 s加2 乘以y 那这个都是基本的运算式程式而已 连语言都称不上 但是如果你写一个完整的语言 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做 我最近呢 我最近呢 在用的时候 所以一边用就一边写 之前写网字 现在变成写书 那写网字的时候呢 我这边都有一些记录 对不对 环境设定啊 怎么写一个hello啊 hello真的 就一行修学完了嘛 console.log 好 console.log 就ok了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一个最简单的Node.js程式吧 对 这里 我其实直接贴上也可以 好 那 这样子 他会印hello 然后最后他会传回一个词 那个词 我现在没有定义 那我也可以这样 var o等于console.log 好 那这个o 那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传回来undefined 好 那 这个东西很有趣哦 觉得 他可以做 举个例子 我这边有写一个 web server 完整的web server 好 那 这是我的web server 写完了 好 那我把它下载下来 好 放在这里 好 下载下来 好 下载下来 好 这里 那我这里 那我这里不是已经 进入Node.js的环境吗 是g吗 对g 好 然后呢 那我去这次里面 好 先把web server 解掉 太多层了 好 那这里呢 我已经放好了 程式 web server sync web server sync 这是两个版本 这是两个版本 npm 看一下 有 npm express 等一下 npm ok ok one of npm 应该是用加什么来 install还是 npm install 没错 npm install 我要安装一个软体到这边进来 好 因为我有用那个软体 叫express 这个韩式库 那他会帮你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呢 你再去执行 应该就ok了 现在应该安装好 那我就开始Node 然后呢 还有什么没安装 我们先确认一下 这边或许有灌过一个 server 我们先确认一下 各位应该知道127.0.0.1的用途 看起来不像 所以呢 下载另外一个 这个需要用到Express 不见得有安装 下载这个HTML Server 真的都跑出这个 那真的可能是那个Port被站住了 来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好的记事本吗 用Nopay的 找Nopay加加安装 刚开学的电脑真的环境很不习惯 跟上学期很多东西都删掉 这个建议各位安装起来看看 各位现在就可以安装 试试看 反正在这里安装它又还原 可以至少知道一个安装方法 流程记不太住 Node.js 你先去上去安装 不用记 安装这种东西不用记 就是下一步下一步就对了 没有人安装在记的 只要记住名字就可以 Node.js 现在去安装看看 非常建议各位安装来玩一下 直接按install 它其实就download download完才可以点两下install 你说对 没错 0.8.9 这样 因为我的port是8087 我的改设8087 其实是这个 好可以了 8087 所以是80port被锁住或占住 各位应该知道127.0.0.1的用途吧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如果有不知道的 请你务必要知道 8087 我不是设8087吗 8087 对啊 没错 哦 对 因为没有档案 等一下 档案 档案 是这个吗 index.htm index.htm 没错 预连结进尺 那我的.js就可以了 你先启动它 这个城市 好 这个城市 好 好 试试看这个 Listen 这个就用89 好乖啊 想去被拒绝 是不是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 躺住了 试试看 I1吧 诶 I1可以 那Google 挡住了 OK Google挡住了I1可以 用I1做示范 这是我那时候写的一个测试的程式 就是用Node.js写一个webserver 你可以看到图片有显示出来 文字之类的 这些都有显示出来 OK 那刚刚我8087也启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 OK 这里它无法显示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我的程式是这样 OK 有了 好 所以可以 webserver 但不知道为什么 Chrome被挡住 好 好 这是我们写的webserver 那 点JS 安装起来就可以用 所以它其实是用来写类似ASP 单内的东西 而且我非常觉得 接下来ASP单内那些东西 像微软最近也开始改支援JavaSquid 所以它在Vitual Studio里面加入了JavaSquid的这个语言 所以JavaSquid我觉得接下来会变得很强 所以各位如果是学程式的应该要学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是有关Node.js的介绍 那你可以从 可以不只用Node.js来写网路的程式 你可以用它来写很多各式各样的 一般性的应用也可以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好了 字串处理 哦不对 不对 这个不是 正规表达是 这个也没程式 看一下 基本函事故 好 这是我写的一些基本函事故 OK 那来吧 写个范例好了 写个范例 写个范例 一样 我们最常写的就这个 对不对 好 我们写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式 放在这里 好 放在test1.js 然后我们用刚刚的东西去执行它 好 那就Node test1.js 上等于45 果然我少加了一个 OK 这样你就知道它的执行方式了 其实刚刚写的做那个web的反而比较难 因为你把它当成西元再写 只是列印的时候换成console.log 就很简单 还有这个有一个更很不错的地方就是 比如说 VAR 我log等于 好 我可以这样做 我以后就只要写log就好 这样子更方便了 OK 还是一样 那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语言 我们之前都常常误解它 觉得这个语言好烂 烂得不得了 那这个误解我也有 我曾经有一度认为这是一个超烂语言 但是呢 后来 越来越了解之后你发现 原来这个语言真的是超强语言 不是超烂语言 只是我们不懂它而已 那 它这个语言之前被认为超烂 第一个是因为它在浏览器上面 没有好的除错工具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不了解它的威力 和它的写法 像它有一种叫做closure 的那个动态机制 超棒 那还有它的匿名盘数啊之类的那些东西的用法 它的物件导向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是非常强的物件导向 这个都使得JavaScript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强的东西 有了Node.js 有了Titanium Titanium是让你用JavaScript写 写出程式之后呢 它可以帮你自动分布到 iPad iPhone Android Windows Phone 它一个版本可以同词的 是用JavaScript写的 OK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像这样的程式很有趣 那你什么程式都可以 你本来用诗语言 或者别的语言写 都可以把它搬过来 你会发现非常的容易 好 那就不要为它广告了 好 先休息一下